目前全台有三百多家穆斯林认证友善餐厅 被万事打卡评选为非伊斯兰合作组织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 而现在观光局也在疫情后 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旅游业者来台湾采写 来自马来西亚的旅客第一次体验坐马蜀都觉得非常有趣 彩线团成员这一次行程以南台湾为主 飞抵高雄后就前往旗津逛老街搭渡轮 下午安排搭船游爱河 隔天前往嘉义在农场体验采茶 这次来台的彩线团员 以马来西亚的旅游业者居多 除了体验景点 观光局和接待旅行业者也特别请团员实地考察台湾的穆斯林友善餐厅 以及旅馆民宿 一例回国之后包装旅游商品 目前台湾已经有三百多家符合穆斯林友善认证的餐厅 观光局不会言在疫情期间 餐饮业受创严重 在疫后重启旅游 稳定的穆斯林旅客将是业者的重要支柱 观光局将加强海外宣传 希望二零二三年 穆斯林旅客回流比例 能达到疫情前的百分之五十 记者学零监台报道 歌远稳定上也会约咆斯林 Sex 法弹 sais